這個叫做李梅珍 我要跟大家報告 最近他說什麼 他說如果國防的武器插在座上 會倒閉到這個機民不安全 我跟大家報告 高雄的海、陸、空、沙灌的關口 都是國民黨來台灣的時候跟我們插 他在插的時候 有經過高雄人的同意 博弈這一席喔 四方委員如果可以順利交放給博弈修盟 代表我們國會 會有非常高的機會可以過半 如果國會要過半 李柏弈要當選 那王毅傳也會當選 這次來左營喔 有三件事一定要好好做一下 第一件事來好好修理侯友宜跟柯文哲 第二件事情當然是要推薦我們李柏弈 韓國瑜變立法院長你要負一半責任 一半是柏弈要扛 一半是黃捷要扛 民進黨在高雄沒有拳雷打 對不對很危險嘛對不對 我已經跟黃捷一人卡一棒了 李梅貞比吳欣銀還極品 然後台灣最需要守護我們台灣民主生活方式的時候 說左營不用軍港 左營不用飛彈 你乾脆說他中國直接過來就好了嘛 這一招來紀律院 我保證 比馬尾更厲害 我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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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政黨的挑戰和困難 直到這四年 我們遇到千年一件的 武漢肺炎 我們遇到這百年來 香港強烈的中國威嚇 我們感覺到 台灣是不是會發生到什麼樣的災難 但是 蔡文總統 在這幾年裡面 把台灣夠好 在國際交朋友 我們的經濟超過南韓 我們的GDP超過韓國 我們的股票 這幾天又超過香港 我們是很驕傲的台灣人 對不對 對 我們一個顧高雄 顧台灣的政黨 要來做幸福 跟大家推薦 在這裡已經做第二次的議員 李博裔 第三次 我在看大家有認真聽嗎 有人說 高雄都很厲害 我們在地的就知道了 沒有認真 而且 博裔的對手 很艱難 是過去選過市長的 這個叫做李梅珍 我要跟大家報告 最近他說什麼 他說 如果高雄的武器炒在床 會倒閉到這些基民不安全 我要跟大家報告 高雄的海、陸、空、沙灌 沙灌的官喉 都是國民黨來台灣的時候 跟我們炒 他在炒的時候 有經過高雄人的同意 好 這次不一樣 我們是要保護台灣 這次我們是同意的 我們是真真正的高雄人 要承起這個基民 而且博裔未來 也會因為這樣 繼續在立法院裡面 替我們打拼 替我們去高雄 替我們去台灣 好嗎 好 好 那以上 我們等報告 你如果認真叫我高雄 說頂多錢 他們可以先吃晚上再回來 我成功到這裡 我第二趴又繼續跟大家介紹 感謝 謝謝 我們今天 所有我們聽秀 李博裔 支持熱情敵 所有我們高雄的鄉親 有到兄弟姊姊妹 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那麼久 說哥哥姐姐那麼多 大家午安大家好 好 李博裔 他的面子很大 他在坐在這裡 把陳柏惟 佐冠廷 李哲浩 當作正頓節目 在這裡開 全台灣一個人 李博裔 我先給他舉一下 太厲害了 欸 我們三個坐在這裡 我問他說 我們要幹什麼 他說你別管了 你來就對了 那是因為他跟柏惟 跟我跟鄭 幾年來的好高情 我們也是看 柏惟這麼多年 三個議員 他的表現 絕對可以接棒劉四方 替我們高雄 替我們左營男子 好好來服務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柏惟喔 他當選之後 在立法院 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我跟大家報告 今天在座 大家這樣收聽 其實 明年二年二四年的選舉 對台灣來講 最關鍵的一件事情 可能大家說 喔 國防 國外交 但我最煩惱的 是不能讓台灣變得很建設 我們高雄今次有一個市長 讓他們把賣掉 現在是國民黨的不分區 第一名 那人叫什麼人 韓國 對 大家都知道 韓國的啦 欸 博弈這一時喔 四方委員 如果可以順利交放給博弈 代表我們國會 會有非常高的機會 可以過半 大家有信心嗎 有信心嗎 有 欸 國會過半意義是什麼 我常常說不能讓台灣很建設 博弈 你如果沒有順利當選喔 就代表韓國瑜有很高的機率 會當我們的立法院院長 有 有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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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欸 國鄉人我會去坐 在立法院議長那裡 欸 我變議長了 再去 當時還在工作 那個 欸 我們大家喝一下 大家喝一下 來來來 喝一下 咖啡喝一下 他不是喝啦 他還你是抿一下 抿一下 高梁的名相 不是 高梁的名相 不是 五歲啊 你說他早期的節奈 喝一下 啊 不對 他都睡到重大 啊 對了 抱歉 苦民所苦 到中 我高梁人都知道 給自己拍一下 所以 沒有啦 這沒什麼事情 我們都知道 欸 三休跟正好樂 又是睡 議長很熟 早期 美國參議院 帥團來參訪 中華民國台灣 立法院長 欸 我要跟你們議長來交流 欸 我們公關社會主來 欸 不好意思齁 參議員 我們議長又在睡 你們來下午再來啦 哪有這種議長的 無可能讓韓國會 做我們的議長 台公同好不好 大家不要讓韓國的議長 我們高雄人外的 不要讓他做我們的議長 關鍵的一室就是 我們的李博弈要鼓票來講出來 來鼓票 好 再來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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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冷靜冷靜 今天說要更冷靜的 要沉穩的 李博弈這是當選 除了代表我們國會可以過辦以外 我們高雄人 不會讓那些國民黨我們不要的 不管是市長沒支持他 立委沒支持他的 還是被我們罷免掉的人 當我們的院長以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你有看來我的頭巾這是什麼 政黨票現在要搶就什麼 王毅川 喔 高雄人還要記事 我去很多地方問 我只要我一般知道 我看現場全部都知道 自己去我自己 抱一抱 欸 政黨今天知道 我跟政黨在台北 辦完之後拼下去 就是要替李博弈教他 為什麼李博弈跟抢救王毅川 有這麼高的連結 因為王毅川這一次 這一次在我們整個民進黨的部分區 排第34名中排14名 但是因為男女性別 實質也是16名 16名意思是什麼 34分之16 意思就是 我們在國會要能夠過半 王毅川會差不多剛好當選 啊如果國會要過半 李博弈要當選 那王毅川也會當選啊 大家說對不對 欸啊 搶救王毅川 其實我跟博弈認識很久 博弈是一個 對地方建設很用心 服務也很紮實 問政也很到位的民意代表 我們這次的選戰 要打一個不一樣的選戰 為什麼民進黨 大家現在要搶救王毅川 過去是怎麼樣 過去都是在批評對手 像昨天啊 李博弈的對手 亂批評 欸 那去笑欸 那個郵局啊 人文宣等在那裡 他說欸 行政不中立 民進黨國家機制 那有去笑嗎 有笑嗎 這樣人不要讓他動帥 讓李博弈公平動帥 大家抱一下 所以我們要打正向選舉啊 我們對比一下 你看 對方亂罵李博弈 人文宣丟在那個郵局 就被抹黑說是國家機器 我們打不一樣的選戰 博弈 我 鄭浩柏惟 我們這一次 藉由搶救王毅川的活動 要告訴大家 我們投的三張選票 欸 我們左營男子 立委票要支持什麼人 李博弈 啊 總統要支持什麼人 戴憲 啊 副總統什麼人 張美 對 啊 但是很多人不記得 還有一張票叫政黨票 政黨票要支持什麼政黨 李博弈 對 啊 但是過期齁 大家看到別人的那個部分區的立委 都是自己賣 說喔 你啊 二代 你這個不夠格 喔 你這是政治仇佣 但是從來沒有政黨 認真的告訴大家說 我們應該來檢視 我們的部分區的立委 你投下的這一票 會影響我們國會的席次 會影響國會的議長 也會影響以後李博弈的老闆 以後李博弈老闆 絕對不要是韓國瑜啦 大家說好不好 所以 我們這一次這樣子的選戰 就是最好的對比 李博弈跟國民黨 現在面對李博弈 採取的是 無差別式的負面攻擊 不查證 先抬就對了 但我們堅守 我們要打正面的選戰 我們告訴大家 李博弈比李博弈 這要怎麼比 一個在天 一個在地 差這麼多 水準 質詢 過去的所有表現 沒辦法比嘛 我們在部隊那麼好 大家對不對 部分區立委 我們像民主進部長這幾天 每天出來開記者會 一天認識三個 一天認識三個 讓大家認識我們的部分區立委 藉由搶救王一川 讓大家正視自己的政黨票 讓大家知道 除了總統副總統 區立委以外 還有一個不分區的立委 所以 大家拜託 讓李博弈 順利接幫劉世芳 好不好 好 好不好 我跟大家報告喔 我今天會來 除了李博弈面子 還有另外一位姊姊的面子 叫做劉世芳 我跟李正浩跟世芳姐 去越南 我們去幫賴清德成立 現代台灣自由會的時候 我們坐同一班飛機 我們晚上一起吃飯 不是坐會喝酒 喝的沒有韓國瑜多 早上有起床 要跟我們扒聲吹一下 四方姐 當時已經決定 她不再繼續連任 但她跟我們講說 她絕對不會辜負 左營男子選民 對她的 栽培跟期待 她保證 她一定會找一個 最優秀的人才 接幫她 她當天就跟我跟正浩說 如果到時候提名出來的人選 請我們一定要下來幫她加油 所以今天算是旅行對四方委員的承諾 跳秀劉四方 記起李柏英 加油 謝謝 誰問啊 誰問啊 我聽聲音就知道 我聽聲音就知道 很高興來到左營 很高興來到左營 這次來左營 有三件事一定要好好做一下 第一件事 來好好修理侯友宜跟柯文哲 騎不期待修理一下侯友宜啊 侯友宜選一個副手叫趙少康 趙少康說她叫做長商趙子龍 有看過這麼老的趙子龍嗎 不是都年輕帥氣嗎 但沒關係 趙子龍這輩子看過一件事最有名 背著阿斗走出來對不對 對 侯友宜不就是阿斗 你們敢選阿斗當總統嗎 我是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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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少康這人 中華民國人滅亡了 想三十多年 還沒滅亡 搞到他要選中華民國人副總統 所以這人不能相信 侯友宜更不能相信阿斗嘛 對不對 第二件事情 柯文哲這邊 柯文哲提名吳希穎 他真的有心想要贏嗎 沒有 那提名誰 要選誰才有心想要贏 你們有人講真心贏我聽到 拖出去斬了 要選賴清德才有心想贏阿 要選賴清德才有贏 吳希穎算是人間極品 人間極品 選一個副總統 選到第一天就跟媒體吵架 媒體關心一下說 你選舉有沒有問過你爸爸媽媽 這不是很基本的嗎 他往前嗆人家說 你當記者有沒有問過你爸爸媽媽 記者說有阿 有阿 我連志願都會問一下 這不就是關心嗎 而且問他的記者 其實是偏藍的 你們知道嗎 亂嗆一通 然後美國籍到現在搞不定 有沒有說12月5號就知道 阿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為什麼要12月5號才知道 然後今天更離譜 今天呢去拜拜 不敢受訪 遇到媒體比OK OK是什麼意思 Thank you 我都看到沒有 我都看到沒有 阿柯文哲更慘 柯文哲現在行程 比我跟左貫體還有3Q還少 我們浮選從早選到下面 柯文哲沒有阿 沒有行程阿 三天一個阿 阿蔡秘如現在不要他了嘛 對不對 蔡秘如要盧秀燕嘛 對不對 所以就少一個 阿剩下幾個什麼李友宜阿 邱承遠阿 都沒有錢 沒有錢 所以我現在就建議柯文哲嘛 對不對 去環島 環島 順時鐘走一圈20天 逆時鐘再走一圈20天 下課 阿這種人怎麼選舉 會贏嗎 講來講去阿 不管來白合不合 不管藍白炒不炒 堅定支持 來行程好不好 好 再一個阿 第二件事情 當然是要推薦我們李柏毅 不是台北的李柏毅喔 哈哈哈哈 柏毅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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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講好了啦 剛剛卓貫提講得對 韓國瑜變立法院長 你要負一半責任 一半是柏毅要扛 一半是黃傑要扛 沒錯吧 民進黨在高雄沒有權來打 對不對 很危險嘛對不對 柏毅你跟黃傑一人扛一半喔 你不要 韓國瑜失業十幾年 高雄給他第二春 對不對 那高雄的話有決心 又把他罷免對不對 韓國瑜的第三春 四月第三春 不可以高雄人給喔 一定要把柏毅提上去好不好 好 這很重要 就算跟韓國瑜沒關係 李柏毅的對手李梅貞 比吳欣穎還極品 我跟大家報告 我常常上政論節目對不對 四年前韓國瑜一半被3Q罵垮 另外一半被我罵垮 對不對 後來呢被罷免了 要補選李梅貞罵對不對 那個人間慘案 就在我們面前發生 李梅貞的論文用抄的 一開始抄幾頁而已 那個時候呢 國民黨發言人黃子澤 黃子澤說 怎麼可能抄襲 是要會抄幾頁嗎 要抄這樣抄一本 後來發現他真的抄一本 他只有名字沒抄 整本都抄 好 這些人 當立委你們放心嗎 李梅貞有什麼經歷 李柏毅是幕僚出身對不對 對不對 對啊 陳菊菊解放是主任啊 李梅貞有什麼經歷 沒有 文拔 文拔正二代 正二代 對不對 就那麼簡單啊 一出道就當議員啊 然後論文用抄的啊 然後台灣最需要 守護我們台灣民主生活方式的時候 說左營不用軍港 左營不用飛彈 你乾脆說 中國直接過來就好了嘛 這種人經歷越 我保證 比馬文俊還巧嗎 你來讓他經歷越嗎 所以我們堅定喔 支持李柏毅好嗎 好 這不是開玩笑 真的不是開玩笑 李梅貞進立法運 絕對比馬文俊更草包 絕對比馬文俊更賣台 這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情 王毅川有沒有搶救一下 你們有沒有每天 傻傻的 看著王毅川 Kidang的影片 和和笑啊 有沒有 王毅川Kidang影片有沒有看過 我跟大家報告 搶救王毅川喔 這是很重要的任務 我們算過 王毅川如果當選6%就好 6% 不要覺得很難 就是比四年前多6% 6%大概一百萬的選票 我跟大家報告 如果王毅川當選代表什麼 這6%代表 民進黨很多五五波的立委選區 都會過關 這是關鍵 所以搶救王毅川喔 王毅川只是我們的謊子 我們的耳 我們又來詐騙別人去投票的又贏 拿這個理由跟大家講 當然王毅川是戰將 問題講很多 進去 黃國昌退 韓國瑜退 謝龍俊退 這個是需要的 這是需要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因為搶救王毅川 多6%選票 很多五五區的 包含新北的 包含台北的 包含台中的 包含台灣各地的 都會過關 所以搶救王毅川 這個行動 其實是確保 民進黨 國會過半最重要的一個行動 所以我在這邊也拜託大家 回去幫忙拉票 一人拉10票 10人拉100票 讓王毅川 進入到國會 這個很重要 明年的選舉 如果賴清德選上 但是國會沒有過半 韓國瑜當立法院院長的時候 不用講什麼睡到中午啦 不用講什麼什麼訴罪上班啦 我保證 每一天看那些妖魔鬼怪 鳥鬼蛇神 在立法院做焦土政策 被一個行政院提出的 每一個守護台灣的政策 我們氣都氣死 這件事絕對不能發生 所以大家回去一定要拉票 好不好 好 所以打勾勾 三個任務 我李正浩在這邊拜託大家 第一個 堅定支持台灣的美德 賴清德蕭美琴這組組合 第二件事情 我們來讓李柏義這個新人 把他拉起來 好不好 千萬不要更小 輸給李梅珍 王毅川 幾年前 八年前輸給沈發會 沈志偉 沈志偉 輸給沈志偉 被我們笑到現在 好不好 李柏義這邊要給他拉起來 第三件事情 王毅川 好不好 講究一下 好不好 謝謝大家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還可以 等你 我們來看看 歐洲 走